空军雷虎小组呢 要使用国人自制的AT-3自强号攻击教练机 大雁队形来通过大会主持台前面的上空 来看到了大雁队形凌云御风 哦 这空军军歌第一句哦 哦 真的是哦 但是呢 现在想到说 去年呢 还记不记得国庆任的时候 本来不是要跳伞吗 结果呢 受到天后的影响 结果就没有完成啊 那么这次雷虎小组呢 今天预演完之后 礼拜五能不能真正的登场 会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们来关系 战机呼啸而过 在天空画下白色线条 美武小组驾驶由国人自制的AT-3自强号攻击教练机 以7号编队的大雁飞行队伍翱天际 以往大作在中南部操演 今年难得一世台北展现飞翔影子 美武小组成立于民国42年 从民国77年起 开始使用国人自制的AT-3自强号攻击教练机 单行飞行特技操演任务 展现台湾国防科技的进步 藉由空军精湛的战绩 提升国人士气 外表像科学小飞侠凤王号AT-3教练机 由国人自制 属于轻型攻击性战机 具备短场起降良好的中低空空战性能 航程远 续航力加是全世界同等级飞机中优良的中低空战机 由于AT-3教练精外形轻巧 机动性高 让雷虎小组可以自由在天空施展超高特技 光是预言就气势磅礴 今年国庆雷虎小组将以蓝天为画布 战绩为彩笔 立功飞过总统府管理台大展身手 由于国外特区是禁止飞航区 只有重要节庆或阅兵时才有战绩的表演 去年国庆日国军本来也有规划跳伞表演 却因为天后不佳而取消 而这次国庆日天气是晴时多云 只要云层不会影响飞航 雷虎小组要让全国看见精湛的飞机 中间新闻杨中正 侯宇翔 杨祺玲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